中女尋他 他们都是很喜欢在网上结识朋友的一群 沉沉咪咪 由线上走到线下 交友网站搞的交友活动 成为一岛网友卢山真面目的机会 其实玩法很简单 如果你手上那张卡是刘嘉宁的话 你要分量潮位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害羞 好玩, 也很好玩 对, 不过初心有点害羞 但后来玩了之后就好多了 就没那么好 深一步交流, 情侣 是… 那就很不幸你试过 是… 互联网无边无际 要找到另一半是否这么轻易呢 在网上我们沟通的时候 其实我都… 我没怎么回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其实很多 因为真的很多这类型的朋友 真是缘分 所以我觉得 其实网上认识朋友 是真的可以认识好朋友回来 网上是真的可以认识老婆回来的 不过不是人人都好像他们这么幸运 女士方面 希望找回个闹少知故他们 但现在在男士 在女士那边的看法 很多都是找一夜站的 就是一夜情 有些东西我投放了下去 是真的感情 但是就觉得 都挺伤 欢迎收看《时事追击》 在网上交朋友 或者跟朋友聊天 已经成为了不少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一些交友网站 全球会员多了几百万 在网上有人很幸运地找到自己的另一本 但是更多人是失望而回的 甚至是受到伤害 究竟现代男女又怎样看 他们一段段的网上情缘呢 做工程师的Steven 和做教育研究的Cherry 结了婚已经两年多 他们起初就是在网上认识 Steven说 网上认识女生既方便又有效 男性就真的在我社会 在我生活里面就有大部分 所以其实如果想识意性 其实都要灵癖一些契径 网上其中一个方便方法就是 我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我可能发布了个案 我留下一个信息 他有时间他就回覆我 他有兴趣他就回覆我 Cherry就说 当初都没有想过 在网上可以找到结婚对象 其实是 純粹是想认识多些朋友 因为当时刚刚跟之前的男朋友 分手了 其实都拍拖了四年 但其实当时分手之后 就发觉原来我自己好像没什么朋友 就是认识很多人 但是没有多少个是真的可以 在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找他聊天 在网上认识之后 Steven说第一次约会都不是想象中浪漫 那次问Cherry 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兴趣去看电影 有没有兴趣 明天过来两个小时 你都没有空 已经会涉事了 不然都可以了 Cherry和Steven说 他们并非一拍即合 拍拖初期也经常吵架 Cherry说 可能因为在网上认识 大家相处的时候 都抱着一种豁出去的心态 反而可以更快 提醒对方的优点缺点 我很印象深刻 其实我一跟他拍拖 我们头一个月 我们已经吵架了两次 我不知 可能大家的心态觉得 反正我都是不认识你 我本身都不认识你 所以觉得 如果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那就不可以了 拍拖两年 Cherry和Steven决定结婚 亲戚朋友问起他们怎样认识 两人都不介意 分享在网上结识的故事 我妈妈之前 她从来都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直至我们结婚 那时候她才 好像聊天 她每天都问 你怎样认识的 她才说 是我们在网上认识的 然后她说 你网上认识的 你能不能做过的 就是这样 当时她是开玩笑的 网上认识真的可以吗 通常都是这些答案 会比较 就是这些回答 或者这些回答会会比较多 因为太多人 他们会觉得网上认识的朋友 可能危险 但我会觉得就是 你说这些东西 其实周到处 保药党 这个都会被人骗的 要被人骗的话 其实就是你 会不会保护自己的 为了帮助网友 作出一步交流 近年不少交友网站 都会举办迹速约会 搞搞气氛 这一晚 一个拥有 二十几万会员的交友网站 就在海洋公园 举办大型聚会 让网友可以碰一下面 玩了一会 第一次出席这类聚会的Iris 就已经找到目标人物 我今天都是一个人 其实我也找不到本来 因为我其实都挺怕 一个人会不会被人压焦了 一个人会不会被人压焦了 但后来我发觉其实都不是 那些人都很好相处 那些人都很激情 那就不太害怕了 有没有找到一些目标的人物 其实有的 有的 但我不知道 或者晚点一下 会不会有机会再撞到 可能会问他用电邮 认识朋友之余 都希望在当中 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发展 但这些都随缘 大会特别安排 男女两人一组 游蓝车可 让大家静静地谈谈谈 在半空之中认识对方 你没理由坐在上面 十几十分钟 是不出声的 所以会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去跟他谈谈 而且还没试过这样的做法 戴完蓝车之后 或者可能去找找他 可能他在附近玩的机动游戏 或者扮定账到他 你觉得很激劲 你不怕了 来玩就不怕丑了 我希望快点找到男性丑了 这一晚聚会结束之后 Jackie和Iris 都没有找到可以拍拖的对象 但总算是认识了朋友 喂 喂 哈啰 你好 来得很久 不是 正好 来 看看有什么好喝 有什么好喝 从事电信业的Iris说 自己生活圈子狭窄 加上香港的男生比较害羞 唯有在网上结交男性朋友 现在香港的男生 好像很害羞 现在越来越害羞 是的 可能在网上就会比较厚一点 我觉得比较厉害的 就是认识一个医生 还有律师也认识的 也认识了很多 譬如说 帮明星的化妆 化妆师 之类的也认识 撇开香港人工作繁忙 社交官纸狭窄的因素 事实上 香港的确是阴盛阳衰 政府统计处推算到了2036年 男女比例将会跌至7比10 即使扣除外食家庭用工 每1000名香港女士背后 也只是有763名香港男士 交友网站复制人说 香港的女士越来越主动 上网结交异性 在2006年初 会员的比例大概是4比1 4是男 女是1 到现在 其实男士都比较多 但已经下降到2比1 从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女士在这方面 她们开始 已经比较主动了很多 比以往 蔡宝德强调 网站只是提供一个交友平台 网友最终能够开发结果 取决于现实生活中的交流 在她的生活圈子 这么狹窄 没什么机会去接触 异性的朋友 这个网上 是比较上 站在一个安全的角度 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有做了认证等等 而且没有地域时间的限制 只有25岁的吴杰辉 不单止喜欢网上交友 她5年前也创办了一个社交网站 被选为全球十大最佳社交网站之一 全球会员人数超过800万人 吴杰辉说 会员人数增长超乎预期 更加有几十对网友 在这个网站结析之后结婚 都挺感动 看到时不时都会有些人 sending message 过来 说很多谢你 你做了这个网站出来 我找到我的另一半 我们就来结婚了 很多网民都已经很习惯 去网上认识朋友 这种风气 还有很多时候 他们在不同的社交网站 都会多过一个币 她的网站每年广告收入 接近200万元 交友网站要维持竞争力 也要不断提供新的功能 帮网友更加有效 找到心意对象 首先一样就是我们有 无限上片珠泉 那些人可以看到很多 关于那个人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样子 还有我们也有博客 就变成可以在文字上 看到本身 那个人是怎样的 譬如你喜欢看什么电视 你喜欢看新闻 喜欢看体育 你喜欢看纪录片 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选择 在Sorpia上面 那变成是责友 又或者是责配欧 亦都可以让你很focus 香港人上网结识異性 反映出一种怎样的恋爱态度 网上交友的风险又有多大呢 下一节再说 我希望找到一个对象 真的要关心我 我以为我真的很需要 还有了解我的情况 可以听我 有时说我的心事 很重要 今年47岁的Toby 正是和太太办理离婚手续 半年前开始上网交友 Toby在金融风暴期间破产 后来幻想抑鬱症 最近刚刚解除破产令 事业重新起步 他说很需要有个盘 支持他 关心他 我本身 太太没有太大了解我 关心 变成了我自己本身 想和这个人 关心自己 尽管自己 虽然我是男士 有时都不开心 有时都希望找个身边的人去聊聊天 尤其是女朋友 Toby曾经约会六至七个网友见面 希望进一步发展 可惜很多都是货不对版 他说女士普遍在网上虚报年龄 隐瞒自己的职业 家庭背景等等 很难发展真感情 他报年龄好像36岁 但出来一看第一个样子 已经不似了 有一次梦尔春和他去看医生 见到他身上症 大了十年 有些人说他本身是 有一个是在外地 不在香港 他本身是喝酒 吃烟 但他报自己 没有什么都没有 他会有些不太诚实 他本身的自己的生活有问题 他也没有说过 Toby和一名网友拍拖两个月 享受过一段短暂的甜蜜生活 可惜后来发现 对方当他是遥前书 这段感情最后无疾而终 我只是希望找回个盘 没有说其他特别想法 但是有些人出发寄图 就不是这样 他是目的去做一些东西 他想我照顾他所有的东西 他想照顾他所有的东西 他想照顾他所有的东西 以及他以前得不到的东西 他想赴回 他可能找个有钱的人 找个有钱的人 去照顾他所有的东西 一次又一次被网友欺骗感情 令Toby大受打击 他说暂时不敢再上网认识女孩 第一感情 有一些东西我投放了下去 是真的感情 但是觉得 都挺伤 第二是对网上认识的人 失了信心 因为很虚犯一些东西 还有很虚拟一些东西 就是很多东西 你有作下去的 不同你普通 大家在朋友之间的认识 起码都知道性格是怎样 大家都知道对方的背景是怎样 最主要是 大家是没有实质的东西 大家是只有幻想去空想的东西 可能在这个网上世界 大家见不到对方 所以可能有很多可以幻想的空间 而且正正就是 他之前不知道对方的背景 所以可能带来一定的好奇和神秘感 可能他可以美化一些事情 网上交友 对于未成年的少女 风险就更大 我们当中有接触一些18岁以下 因为他在网上交朋友 就很快 可能在认识没多久就约出来 可能在认识都不够几天的时间 就可能发生了性行为 跟着就意外 是怀孕的 在怀孕期间 其实他可能都可以联络到 那个网上的朋友 就是BB的爸爸 但是再继续去再联络的时候 如果爸爸已经没有办法 任何途径可以联络上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互联网的世界 可能根本的资料 都未必是真实的 好正啊? 你的情人怎么正呢? 你说一下你的情人是怎么样的 主动和有分析力 这个活动叫做戀人查作 参加者通过游戏 去反省自己的戀爱态度 你刚刚认识他 他就真的是这样的 不过呢 人真的没有十全十美 大概半年至九个月 你就发觉那些不太好的东西 从事婚姻辅导工作的导演霞 2006年成立好好戀爱学堂 推广戀爱教育 电视剧可能20集 20集里面说一个月 由相识去到相爱 跟着爱完之后吵架 吵架完之后复合 复合之后处理到 就去结婚 结婚之后不开心就离婚 一个月里面 什么都搞不完 就是变成了 有些人是我们不能等的 我们不是很懂得去忍 然后去等 就是我建立关系的时候 很快我就拖住了 很快我就叫男女朋友了 导演霞认为 通过网上交友 很难去全面认识对方 在网上认识的 因为觉得好像是安全一点 安全的意思就是 我没有那么多面 被人拒绝 我在网上讨论 谈够了 我觉得对了 我们才出来 相识的途径 令他们没有那么多方 多角度多层次 去认识自己和这个人 当你心急的时候 或者当你很想去交往的时候 你通常都会被最好的一面对方看 所以不是你有心骗他 绝对不是 但是 都是把一些比较好的 你觉得想给对方知道的东西 才会流露出来 近年香港的人口结构阴盛阳衰 加上社会对婚姻观念转变 统计处资料显示 2006年香港女性首次结婚的年龄组位数 是28岁 而男性是31岁 在网上交友盛行的年代 男女催行辞婚 究竟互联网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亲密 亦或更加疏离 这一点见仁见智 有学者说 上网交友的现象 反映出现代人的羊群心理 有点羊群心理 近几年你会见少了人用ICQ 多了人用MSM Messenger 以香港来说 其实某程度上都会看回 很多人都会跟回他的朋友 而去选择这些软件去用 大家都是会上网去认识朋友 你和本身已经认识的朋友 亦都会透过网上的交通 有时你都会宁愿不打电话 不见面 但是全部都是在网上去聊天 网上的关系 和本身面对面人的关系 亦都会有些不同 因为始终有一些东西 就是你可以隐瞒一些 在网上的你 究竟有多少是真 有多少是假 你遇上的人 又是开是实呢 很可能就决定了 你在网上的恋爱命运 互联网可以说 对我来说 我很明显 愿老的身份 他们互联合在一起 同样地 亦都帮助我 去确付我的人生的社交圈子 而且令我更加… 即… 他懂得表达自己 自己是三思 他自己考虑清楚 去认识朋友的途径 还有想想这个人的可信性 有多少 不要每次去认识 在有缘 在网上认识朋友的可信性 那些东西 要靠自己去观察 要爱我 这个最重要 也要爱我家人 最重要是爱我 真的有 要求什么 我觉得不算 爱屋求故 是 我情愿是一个遲些的时间 遇到一个适合的人 比很早遇到一个不适合的人 又匆匆地结婚 我觉得 我觉得戀外教育 是… 我想是没有什么人有意识 要去搞的 我觉得值得开始 其实如果保安认证的时候 是做得不好的话 就会变成很多时候 会有些骗人 有些人偏局 那样 那… 譬如… 即使你和别人聊天 可能就算别人不骗你钱 你扔了很多个心 你和这个女孩说话 你说了很久 之后发觉 其实最后 它不是真的 那… 都会浪费了很多时间 那… 更加差的例子 就可能会是 有骗财、骗色 都有 不可能会有很少 那些人可以要 那些人在一起 一把刘高 分别人 什么 那么多 你 立马 那么多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